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 然后到回国这两年还是在不断地坚持 学习市场运动小学 我的时间花费在哪里 我的价值就在哪里 缺财不缺财 其实是看企业还有那个平台给归你机会 我的性格是属于比较随和的 缺点是沟通有待提高 离开28岁 河南人南非大学 会计专业 大专一业 大家好 我叫李凯 来自于河南郑州 留学南非开普敦五年 就读于南非大学经济系的会计专业 大专一业 这次来飞宁莫属的舞台 想应聘一份市场营销总监助理的工作 谢谢大家 当然是李凯 李凯知道我上来的时候 首先得问什么吧 在南非待了五年 对 弄了一大专一业 怎么待五年 我在那里 我2005年去留学 然后前半年是语言学校 后半年是读了一个市场营销的等级证书 然后后四年是读了一个大学 然后我2009年大专的毕业考试是五门 然后我考了两门接到我女朋友要跟别人结婚了 所以你女朋友是是国内的还是是当地的我的同学是个混选 然后当时我就根本就没有考试的状态了 就想赶快离开开尔顿这个城市 离开伤心地 对 然后直接来北京工作 一直工作到今年的 就一直工作到现在 什么工作都是 我一直从事的是酒店行业工作 酒店 对 是在一家酒店还是跳了好几家 是跳了好几家 我这短短的两年 两年十个月的时间里 我换了五家酒店的八个部门 然后是目的是为了学习酒店的整体运营 这个打断一下 你这太可怕了 你随便把别人公司当白老鼠 你去体验自己的人生履历 是吧 我这叫在座的哪个老板敢找你 咱们先把那八个部门放一边 太可怕了 说我在五个酒店 这涉及到这道德问题 我是要说重一点的 你在一个酒店里面待八个部门 我觉得这倒是好事 是吧 换个部门 两年玩了五个酒店 你知道吧 你为什么去了那么多酒店 我的第一家酒店是西尔顿 是西尔顿集团下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第一个部门是客房部 然后我的第一份岗位是客房服务员 做了四个月 然后之后去了餐饮部将近六月 那为什么不干了 因为我不是那个西尔顿酒店集团的管理培训生 所以话他不允许那个酒店 他不允许我去其他部门那个学习 所以你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职位 就是管理培训生 你到每一家酒店去涉足你感兴趣那个职位 然后了解了就离开了 那个李凯特洞 就是他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职位叫管理培训生 反正我来了之后 不管是不是 我就按照管理培训生要求自己 是的 等到有一天 你们不按管理培训生要求我的时候 那我就走了 所以我不知道你今天在这个舞台 你是想 稍等稍等 其实咱们是听听第二家 然后到了第二家 没事吧 稍等先别问 轻松的吧 别搬搬椅子 坐 坐着会好一些 没事 谢谢 小伙子喝那个含糖的饮料 对 别着急 谢谢 好点了吧 好点 好点了 请问你是身体最近有什么状况 还是说太紧张了 我一是晕车 二是感觉晕镜头 有一点点热 三是紧张 主要是紧张 紧张你就放松 没事 这样慢慢聊 就是随后你就去了第二家酒店 对 在第二家酒店干嘛 我第二家酒店 凯越极端下的一个最顶级的品牌 然后在那里是从三月底干到六月底 为什么又才干了三个月呢 然后我学习完宴会厅的工作流程之后 想转去前厅 去学习前台的整体运营 但是我那家酒店 它那个严格规定是工员工必须工作满一年才准许换部门 所以我是没有办法 所以然后我就选择了去换酒店 第三家酒店 第三家酒店 我选了那个是亚高集团下的一家五星级酒店 然后在那里学习了前厅的工作流程 待了两个月 为什么又离开 因为我想去财务部或者是市场营销部 结果他们不让你去 对 李凯是这样啊 你不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 首先我非常喜欢酒店行业 然后自从我进入酒店行业的第一天起 然后就把自己定位为酒店职业经理人 然后我是想用我最快的时间 把运营部的东西赶紧学完 学习完它的整体运营 然后最后我的落脚点是市场营销部 市场营销部是我最喜欢最感兴趣的 我知道李凯 听我说啊 你是在按理想的方式自己给自己设计 对 为了我最后的市场营销部 我知道你是为了你 对 你这不是拿酒店上大学 邵刚你问问他 这每个两个月三个月都学到什么了 其实这很关键哈 比如说你在前台工作完 你从前台 除了你做一个普通的员工之外 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未来老板很好 这符合我们说先看得远 但是你发现什么了 邵刚老师我可以站着说吗 我现在好很多了 你确定 你确定了 你站在椅子前 好好好 谢谢 学到全部工作内容 好像知道他那些工作内容具体是怎么做 该去怎么做 像我们这种一线部门的话 那对待客人的话 以最快的速度 做好我们的工作职责 都是常识的东西 咱们不就是说的吧 又都是空对空了 你往这站 你站在椅子的正前方 我来问一下 我来问一下 在你习惯性决绝的离开这些酒店的时候 你内心里有没有一点惭愧 因为每一个企业要去培养一个人才的时候 它是有代价 你考虑过他们的代价吗 你只考虑你的诡计 人生 职场 有时候30%的时间是拿来委屈的 不是像所有的事都要顺着你的预言去做 如果所有的事都顺着你的预言去做 你去创业当老板 那个杜茜老师 我非常 我叫杜子健 杜子健老师 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 然后我是为了学习这个酒店的运营流程 我跟人类自然部沟通过 学习可以一步一步的 也不要沟通 其实一个好的人导会发现你 我觉得咱们问的问题缺了一段 就是你能够面试这么多好的酒店 是因为什么面试上的 我们一直不知道 首先一 我应聘的岗 我应聘部门的岗位 都是最基层的员工 他那个要求是比较低 第二是我的英语口语能力 就是听说读写方面 在酒店行业相比较而言 算是比较出重的 那其实你的问题已经出来了 你这个职业设计有问题 你去的全是基层 接触不到管理 陈浩 我跟你讲 我特别理解他 你根本不理解 他设计的非常成功 你讲的怎么成功 酒店行业 他这种基层岗流动性非常大 所以我跟你说 你这样去跳槽 其实对酒店的商业很小 平常流动性很大 无所谓 他这种基层岗 他又是什么南非大学 不是那沐妍 请问你 公司最低的基层岗 也允许这么跳来跳去 两两三月就换一步 我们基层岗很稳定 我们基层岗很稳定 对啊 你的基层岗很稳定 为什么这些顶级酒店 就可以不稳定呢 他们基层岗都不稳定 沐妍 你这协论歪理 结束 他就要经过这一两年时间 他就继续基层岗 他就有问题 沐妍 沐妍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你认为他跳得挺好的 我觉得跳得挺好的 对不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 关键是他 这就跟你们企业 找对象的原则是一样 对象可以天天换 天天相亲 我觉得核心点应该是 李凯对自己的 有两个问题 定位的问题 目标的问题 我觉得你的定位 是出现严重的问题 你从基层岗位 每个基层 每个基层做了 但是我觉得 你即使把所有的基层做了 不足以让你 成为一个职业 他已经说过了 他要定位在市场营销 先把运营整个摸一遍 对 基层岗摸一遍 然后最后落到市场营销 干十年 但是有个很重要的问题 李凯特别幸福 你长了一代言人 沐妍先生 你是李凯顾的打手吗 不是 我就是说各位 你凭什么这么了解他 让李凯市场营销 除非他当老板 要不说话 说别他怎么 如果说 你设想一下 比如说你是一个酒店老板 你看到这个李凯同学 跳了八家酒店 老板根本看不到他 他永远在基层 你会得到一个正面的技机吗 你这样跳的话 他都会想 这个人会不会在这 把那个资料拿走 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根据酒店的特殊行业 对于基础感 李凯我建议你 那个你到他们公司去 那个 李凯顾你这么轻易找到了一个 好吧 我们都推荐到他上百合吧 对对 百合吧 我就不同意 同意 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同意 虽然混的职位很高 他们的思路非常狭隘 就这么简单 那好 我就问一个 因为 你就想 第六家酒店 也是五星级酒店 为什么愿意顾他 因为他这种连续吊草 对基础港 损害很小 我跟你讲 沐妍你 所以这就是 第六家酒店 为什么愿意顾他 大家这种讨论 还是会招聘他 他跳了这么多 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 达到了 他把礼宾部 钱台 客房 全目标 他的目标是做市场 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销售的总监助理 沐妍 咱们坐在这里 能不能问是什么 是讨论这些吗 陈浩 刘亮 不打架了 好吗 不打架了 谢谢你 老板们很久 没有这么打了 你去南非留学回来的吗 南非我也去过 南非人非常奔放的 真的 去南非的人 就会奔放吗 你这个解释 你这个解释 是今天最二的 好吧 来吧 放出来 我现在给你 最后一次 描述的机会 你今天要找的是一份什么工作 我今天来这个平台 要找的是市场营销总监的工作 或者是市场相关的工作 市场营销总监的工作 总监助理的工作 抱歉 不是 李凯 不用问李凯 李凯 这时候出现很大的问题 他混在酒店 你看吧 混酒店这么久 你现在才发现 他有关系 你应该应该 在什么行业 你应该应该 酒店的市场营销 少刚制止他们 别让他们再吵 谁都别说话了 我问问题的时候 他回答 我问一个 他答一个 问一个 他答一个 之后 各位表态 第二个问题 行业 首选行业是酒店行业 今天徐昭梅兰 其他行业也考虑 比如说 比如说 买何王 咖啡之意 还有 他希望那个 跟酒店沾边 他希望是那个酒店餐饮 这样的企业 对不对 对 好 第三 月薪期待值 月薪期待值是 五千 但是 可以上亿 可以 可以商量 是吧 可以上亿 可以上亿 没那么高的待遇 商量 你知道 刚才你说完 可以上亿这事之后 我就想 这个椅子应该在我后面 是商量 是吧 商量 对 可以商量 可以弹 来吧 十二位 逝去逝流 选择 闭上亿 你带有人这么 沐妍啊 沐妍 没事 沐妍 你带人 带人了半天 我撤了你 沐妍可以最亮灯的 我不是不认可他这个人 他不喜欢那种虚拟的行业 互联网 但是没说呀 但是你有很多次在求职者不喜欢这行业的时候 你也会用亮灯的方式来挺他 何况你是他的打手啊 但如果说他对他的职业发展特别清晰的话 我不会倒这乱 现在轮不到你说话了 天手我有财 你所理解的市场总监是什么 市场 市场营销总监 它主要分为几大块 一部分是销售 我还有一部分是做市场营销 做比如说战略 分析之类的 它总体是把握这个市场的细分定位 目标客户群 然后如何再捕抓这个客户 然后你的价钱策略 还有你的渠道拓展 买家行为学分析 市场调查 这些东西都是他应该所具备的知识 你没有在这个部门工作过的经验 对不对 我没有任何的相关经验 那你刚刚所说的这些素材又来于哪里呢 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南非开尔顿大学 我上会计专业课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市场营销 然后我就自学的 也就是说我读了四年的会计 我也自学了四年的市场营销学 到目前为止我还在不断的看书 尹销咱们这么说 李凯身上有特别莽撞和理想化的东西 自己给自己设计 然后跳来跳去 但是他确实好像就是想干这一行 有这样的想法 尹销最后一个问题 在你所经历的这六个酒店八个部门里面 你认为哪一个酒店的哪个部门最优秀 为什么 好 为什么 我最优秀的酒店是我的第二家酒店 叫做百岳酒店 一个部门 我从事的宴会部 它的运营流程 还有管理的制度 是非常严谨 高效的 非常专业的 我能多问你 它的高效怎么实现的 它的高效 因为你在其他酒店的宴会部也干过 对吧 对 我认为高效在很大方面 是由于沟通的问题 还有管理层都是非常尽责的 虽然是团队文化的优势 管理氛围 所造成的员工素质 好 我觉得你不用回答莫言这个问题 莫言通过他提这个问题 他就不是一个掌究高效的人 是的 在这会儿还在提这个问题 反正是这样 应该有感觉 李凯呢 真的是对这个行业有热情 我来帮尹锋问一句吧 就是你对你自己加入 他这个公司以后的 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几年 你是打算要达到什么 自己的高度 如果达不到你会不会逃跑 这是我最关心的一块 因为我担心你肯定会逃跑 我希望在三年之内 尽量达到市场营销总监的职位 然后五年尽量达到区域总经理的职位 如果你的能力当时候达不到呢 就是你的能力接不到这个地区 然后三年和五年都没有实现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我没有达到的话 我会继续达到 如果你要在万豪酒店说这句话 那真的太靠谱了 尹锋你认真思考 这一轮你的去留将直接决定 主动权是在你手里 还是转移到李凯的手里 尹锋思考一下 然后选择 你认真思考 你认真思考 因为这一轮你的去留将直接决定 主动权是在你手里 还是转移到李凯的手里 选择 我可能目前能给你的一个岗位就是管理培训生 因为你还是有几个特点 第一我觉得你还是很诚实 很真实 毫无掩饰的在表达你所有所了解的东西 还有第二个 看得出你对服务行业还是非常热爱的 第三个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现在你所有都是按自己想象 在经营着你的人生 没有一个好的团队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领导来带领你 我想你在一个好的状态下 有人引导 可能未来真的会成为一个酒店行业的天才呢 因为你愿意思考和学习 体型是四千 试用期两个月 保持保住 好 谢谢 李凯我觉得你就差两个字 坚持 只要你选择这两个字 你想要的都会可以 另外李凯 我替尹峰也都说一句这儿 当然我是支持你前面那个连续跳槽了 但是我不需要你说过了一年多 你再说我经过连续跳五家不同类型 莫言我最新在正式的反对你 一个一个良性的跳槽是跳高 他这种平跳一点没有成长 一步步的在下降 我再说一件 有间行业基础运营是OK的 来吧 让他们打吧 现在到了求职者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告诉我们 拿上水 不管你是去握手还是离开 带好水 好 谢谢 路上注意安全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接受 好 谢谢 再见 我选的咖啡之一 任命成功的男士将获得 单资集团提供了单资他能量 男士互不领合一会 哇 明显换了一个人 找着工作也会开心了 是不是 好 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上次上涨发挥真的很不好 太紧张的原因 然后就一下子懵了 觉得在咖啡之间能够干多久 我如果希望的话 我想是我一个事业 不是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大官他最后真的特别开心 你看他的表情 不不不 其实这里边我特别想说一句话 这其实攻击莫言的 我觉得我们老板一定要靠谱 平级的频繁跳岗 其实在任何职场不受欢迎 不是 任何职场不受欢迎 如果我们把这个信息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息量 当着广大群众 当着这种传播出去 我觉得会 我再重申一点 我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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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有一句话 我可能一定要补一下 因为我怕 因为管理上没有真理 虽然前面我讲说 要看得远才能站得高 但必须补一下是说 看得远站得高 想老板所想 做自己该做的事 如果你想老板所想 也干老板所干的事 你可能永远站不上去 是是是 但是尹峰不说话 三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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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是想说他 我说就是酒店行业 也没有老跳槽 我跟你说 告诉沐言 沐言不值得说 你说他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老板 我不想再说了 老板是最会算那个投入产出笔的 现在说沐言这个事不值钱 对 不值钱 因为说的不对 不值钱 说你已经不值钱了 那还说他干嘛呢 咱们说他值钱了 对不对 尹峰三个月以后 带着李凯交答状 最后一位